大家好,我是愛玉言神 我今天繼續帶給大家 這次盤點了提供精通的聖遺物與之適配性 以下內容 A等於普攻 E等於元素戰技 Q等於元素爆發 元素精通 簡稱精通 在屬性中表述也可簡稱精 是提升元素反應傷害的主要屬性 也是提高隊伍或角色輸出上限的確保屬性 還能是部分角色的增傷屬性 目前可直接提供精通屬性的聖遺物有 教官二箭套 流浪大帝的樂團二箭套 是金之夢二箭套 樂園遺落之花二箭套 這些聖遺物的二箭套效果都是直接提供80點精通 主要區別在於四箭套提供的效果 教官主要用於輔助主打反應的隊伍 只需攜帶者觸發反應就能使全隊獲得120點精通 不管觸發什麼反應都可實測結晶反應與凍結反應也能觸發 唯一的限制條件就是需要攜帶者觸場觸發且僅存8 唯一的缺點就是屬於四星聖遺物 主十條與負十條提供的所有屬性沒有五星的上限高 比較契合在陣容循環中 容易打出反應的輔助型角色攜帶 最常用的就是萬打以及主靠反應凹出大數字的核彈隊 公子加班尼特加香菱加萬葉這個體系中 公子需求精通提高自身Q順暴傷害的能力 香菱需求精通提高自身Q持續傷害的能力 萬葉需求精通為全隊提高元素傷害程序數值 一個屬性多種用途是挺好的 再加上班尼特的Q與雙火共鳴效果可提供攻擊力 並不會很擔心攻擊力的問題 所以在萬打中讓班尼特攜帶四教官也會是不錯的選擇 手法可參考公子貼身一班尼特Q增發觸發四教官效果 萬葉QE香菱QE公子一Q四教官效果基本結束 增幅反應、增發、融化、超激化、慢激化 跟隨角色的索面板機制 就比如香菱的Q 釋放Q後在完成第三段傷害時就會鎖定自己當前的面板屬性 不管後續面板如何變化都無影響 所以即使教官四件套效果僅存在8秒 對於這類具有索面板機制的角色而言都無影響 唯一有影響的就是不索面板的傷害或是聚變反應 超載、超導、燃燒、感電、碎冰、綻放、超綻放、列綻放 就像胡桃加行秋加鍾離加葉蘭這個體系中 行秋與葉蘭都很難起手觸發反應 反到鍾離很好觸發、結晶反應 提高胡桃的傷害上限也是可以讓鍾離攜帶四教官 不過相對千元套來說 四千元可以提高隊伍的生存能力 所以建議是有練度的情況下 或者生存壓力不打的環境作戰時再考慮 說法可參考 行秋EQ、葉蘭EQ、鍾離結晶反應觸發四教官效果 胡桃為卡種 因為只有8秒時間 胡桃的最後2-3次A種會享受不到四教官效果 若是用的胡桃加行秋加鍾離加凌光這個體系 則是可讓凌光作為工具人培養 討龍加教官增傷效益最大化 凌光只需配合行秋Q 駐長A兩下就能觸發四教官效果 比較省事 同理 像跟羽加班尼特加香檸加鍾離 或者蕭公加雲錦班尼特加葉蘭美行秋加鍾離這類隊伍 在練度夠或者生存壓力不大的環境作戰時 都是可讓鍾離攜帶四教官 這種思路也可以沿用這鍾離攜帶四盤炎 需要觸發與組C相同元素的結晶反應的道理 那行九體系 也就是那系打加行秋加九奇人 三人集成型 第四人的選擇非常廣泛 這裡以那行九北為例子 主要就是依靠九奇人穩定的後台範圍雷商 來引爆那系打與行秋水槽反應深層的草原 和從而穩定且可持續觸發超戰放反應 北斗出場不管是觸發感電也好 超戰放也好 都是能穩定觸發四教官效果為九奇人實現超戰反應的增傷 再加上那系打自身擁有精通轉傷機制 精通屬性一定比例可轉換為暴擊率與草莊加成 轉換上限為1000點精通 在那系打沒有1000精通時 四教官提供的120點精通也是挺實用 如果那系打住場站在自身Q領域內也有1000精通 則四教官這120點精通在該體系中對於那系打而言就不是那麼實用 所以主要還是為了給九奇人觸發的超戰反應增傷 不過主要針對前期北斗省心培養的條件下 可以考慮給北斗攜帶四教官 畢竟北斗自身的直傷也是不錯的 最後就是常用於娛樂核彈隊 再反應模塊 精通只能是給元素反應傷害有所提升 所以基本用於水偶生發隊火兵融化隊收益較高 對於依賴直傷不依靠反應的核彈 如雷九萬般 四教官就不是那麼的適用 所以整體而言 四教官主用於反應陣容中的一觸發反應的輔助型角色攜帶 常用於萬打與核彈體系中 四月團主要用於以重機為主的攻系或法系角色使用 能打征服反應的角色最佳 甘雨的融化流體系中 自身重機的兩段傷害都可打出融化反應 可完美享受四月團的增傷效果 提奈琳有精通轉化為重機與Q傷加成的機制 且足以激化反應為主 所以也是挺適配的 可莉的重機 以Q都是主要輸出方式 重機佔比會高一些 也是可考慮樂團 但更建議優先考慮四魔女最佳 畢竟四魔女的火傷加成對於可莉的所有傷害都有效 四月團被限制於只加強了重機的傷害 且在可莉的高瓶火附著下 行秋的掛水能力挺難壓制住 再其以Q傷害都出現時會出現反向打工 行秋觸發蒸發的情況 從而使得二月團的精通收益顯得不那麼高 所以可莉四月團成型可用 但更建議以四魔女為主 燕妃的輸出機制類似可莉 不過燕妃得以Q不像可莉有後續或持續性傷害 主要是增強重機的輸出能力 相對來說燕妃選擇四月團與四魔女都是可以的 除此之外 特殊玩法中 像重機蒸發流巴巴拉的陣容 巴巴拉加班尼特加香菱加中鯉 依靠香菱後台的持續掛火 巴巴拉重機的續役時間 剛好可以讓香菱的掛火跟上 從而實現巴巴拉每次重機都能打出蒸發 覆蓋率好 選四月團準沒錯 其餘角色 如凝光也以重機為主 但自身的E TO也有順暴能力 且延續角色沒有高額的傷害反應 只有結晶反應、護盾 所以凝光就不是很契合四月團 總結就是依靠征服反應蒸發 融化、超激化、慢激化且重機 傷害佔比高過其餘出出的法系攻系角色 都可使用四月團 四四斤是目前精通屬性提供最多的聖遺物 不過與陣容搭配有關且需要攜帶著出發反應才會生效 比如上圖舉例的陣容中 那行九北這個陣容 九七人帶四四斤出發反應後 就可獲得50加50等於100點精通與14%攻擊力加成 再比如弧形中葉中 胡桃帶四四斤出發反應後 就可獲得50加50加50等於150點精通 因為沒有相同元素的角色 所以就沒有14%的攻擊力加成 考慮四四斤的角色分為兩大類 一、單純只依賴精通提高傷害的角色 常用於超戰放與列戰放體系中 超戰固定由雷上觸發 列戰固定由火上觸發 傷害可集中於一位角色身上 屬性好分配且收益高 而其餘的聚變反應如超戰、感電、 戰放等都無法集中於一位角色身上 傷害分散不集中純疊精通會顯得收益不划算 另不得不說利戰放體系數特例 舉例的部分角色 像艾爾海森、提娜尼、巴仲神子、納希達 萬葉提供 全對可想 都是以精通屬性轉換成元素傷害程區 散弱是轉為到了攻擊倍率程區 久其忍是轉為了自身提供的治療量和攻擊倍率程區 砂糖是提供精通 萬葉與砂糖作為風系角色 反應只能是擴散 搭配四翠綠殼外提供減抗帶來的傷害收益 聖遺物主持條主選精通可實現雙周益 所以萬葉與砂糖並不是很適配四翠金 而那希達在的所有體系都與草張或者草反應有關 但四身靈的泛用性會更高 當然 隊伍內若有其餘角色攜帶四身靈且有穩定觸發其效果 那希達自然也是可攜帶四翠金 圖中的其餘角色不是以激化體系為主 就是以激震體系為主 在這些角色中 精通不但能發揮各自機制的帶來的收益 還能使其反應的傷害增加 所以異屬性多用是挺好挺適配四翠金 八重繩子有直傷的雷巴體系 也有激化的鐵巴體系 還有激戰的那型巴體系 對於八重而言四翠金也只適用於激化和激戰體系 還需注意 八重雖有精通轉傷機制 但是其殺真因的附著頻率並不高 一人殺真因15次傷害中 只有5次才有附著能力可參與反應 另外10次享受不到反應帶來的增傷 所謂激化體系中的八重繩子可帶四翠金 但建議帶主屬性是攻擊力的十字殺 而激戰體系中 依賴超戰反應打傷害 所以是可以純精通 所以總結下來 有精通轉傷機制的角色 以及依賴計畫或激戰反應的角色 是挺適配四翠金 四翠元的緊針對綻放 超綻放 列綻放反應有增傷效果 初始提高40%的反應傷害 每次觸發加10% 觸發四次後便共可獲得上限80%的反應傷害加成 對標性強僅適用於綻放、超戰、列戰體系 與翻用性強的四四晶做對比 其優勢就是四翠元在80%的傷害加成不會參與屬性稀釋 基本表現在角色面板精通越高 四翠元收益越高 可參照下圖的推理與結論對比 從上圖得知 四晶四件套再次多提供150點精通時 當角色面板有400點精通 四翠元的收益就已超過四四晶 後續會因面板精通的提升而提高收益 基本是在4%到10這個區間 差距並不大 可根據自身需求規劃刷取 特殊的逆綻放體系中 基本是雙水雙草搭配 如星海加尼露加納西達加草元素屬性的旅行者 由於草克水原理 大部分情況都是由水系角色觸發綻放反應 而尼露自身機制 需生命來提高全對的綻放反應傷害加成 所以尼露所要考慮的是生命屬性 二千岩加二花海是標配 七四四四五生命是目標 而尼露水系角色星海 是可以考慮攜帶四樂園的 相對四海藍穩定的傷害收益與生存能力 個人是比較推薦四海藍 其通用性更高一些 以上就是提供精通的聖遺物四件套的效果 對比於運用 在四件套未成型之前 因其二件套都是提供精通效果 在部分角色四配的四件套聖遺物未成型之前 可運用二加二的方式過渡 大部分情況下二加二的搭配都是有規律性的 需要精通的角色基本會以反應為主 由上圖可看出 依靠征服反應的角色 基本是考慮二精通加二傷害的搭配方式 依靠聚變反應的角色 基本是考慮二精通加二精通 征服反應可理解為強化傷害的反應 主要有蒸發、融化、超激化與慢激化四種 以角色職商為基礎 通過角色的元素附著來實現元素反應 亦是提高角色職商的傷害能力 且能享受到各大程序的爭議 元素傷害、倍率、精通、窗暴、減抗、減防 由於西式原理 類似木桶定律 一個木桶想裝多少水 取決於它最短的那塊木板 所以不能一味的去追高某個屬性 把有限的屬性均衡分配給各大程序 才能使傷害最大化 所以主打征服反應的角色 需加入精通 但不能只考慮精通 區變反應可理解為外傷害的反應 主要是超載火傷、超導冰傷、感電雷傷、燃燒火傷、碎冰物傷 擴散只能反應水火冰雷且傷害對應、綻放、炒傷、超綻放、炒傷 對於角色的直傷而言沒有提升 除了超導反應以外 因超導可減少敵人物理抗性、促減抗程序 可提高角色的物傷輸出能力 反應所造成的傷害受且只受 觸發反應的角色的角色等級提供的基礎傷害數值 角色的精通以及敵人的對應抗性所影響 在聚變反應的模塊 其實並不存在程區C字一說 畢竟只有三個程區 其角色等級90G為上限 加上減抗途徑較早 最後只能通過提高精通屬性來提高其反應傷害的上限 只不過是精通越高 收益會越小 屬性C字 在傷害集中性以及收益上 聚變反應主力精通的基本是對群的列戰放以及對單的超戰放 而戰放反應是因為有尼魯卡維的機制加持也能使其稱為主打 基本上主打的這幾個反應中都會是以精通屬性為主 所以主打超戰放與列戰放的角色 主要考慮精通屬性及格 以及角色等級非常建議90G 以上就是本次盤點的提供精通的聖遺物的介紹與搭配 如果你喜歡這個視頻 記得點讚 分享和訂閱我的頻道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期再見